失去失坦荡,放下后无意,开为大致,具有最纯的悲伤,才能帮你淡化悲惨的往事,而你想解释的部分,应该是留下心里的,这就是物质不灭原则,没有凭空相视这回事儿,时光在变,我们都在变,记忆却清新如底,风化了过往,时事不可追,秋天的阳光暖暖的,微凉的风轻轻划过指尖。 你听,那风似乎在隐语,无人能懂的倾诉就像秋月的繁花,花蕾落幕,不带一丝杂念,做自己的决定,然后准备好承担后果,不要随意发脾气,谁都不欠你的,学会用超然和从容的心态包容自己所遭遇的一切,才是最佳的人生态度,做人要淡薄一些,看开一些,少一分物语,就多一分敬心。 少一分战友,就多一分功德,怀有一颗平常心,平淡的看待世间的万事万物,获得地面对人生的德势,放开欲望之手,让幸福轻松到来。 人,能坦然接受多少残缺,就能轻松摆平多少痛苦,残缺必须有,不然人生还能追求什么,没有了追求,人还豁得什么劲。 幸福必须有,摆平了痛苦,迎来了幸福,幸福才弥足珍贵,少抱怨,多追求,拥有一颗健康向上的心,比幸福本身更可贵。 看惯看不惯的,是一种气度,接受接受不了的,是一种境界,你想的越多,遇到的麻烦就会越多,什么都不想,反倒一点麻烦没有,你怕的越多,欺负你的人就越多。 什么都不怕了,反倒没人敢欺负你,这世界就这样,你太柔弱,别人就来占你的便宜,你恨一点,反倒是都来逃逃你。 别一味的退让,当你受到委屈时,要勇敢的说,不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